哈喽 大家好 我是平哥 苹果13马上就要上市了 我们看一下旧款到底是什么行情 这来自苹果12pro118G的 美版上网无所值地插的可以使用的蓝色 这来自99星 没有磕碰 也没有华形5G版本 云南的秦先生订了 感谢支持 本来他7月份就想买了 但是那时候有点贵了 要6000多 现在苹果13 准备上市了 旧款也调价了 现在市场拿财5400 前先生就马上就叫 帮他挑选台 他说等不及了 新款电池都可以调到百分之百的漂亮 最来自xsmiles256的 赶板支持双卡 双带的银白色 再次重新成色 没有磕碰 也没有划痕 中宽银白色只要使用过 都会有使用的痕迹 所以我们出货都会打磨一下 打磨之后就很亮了 看不出来了 这个有些粉丝就不知道 我们在这里说一下啊 市场也调价了 市场现在拿是3500 完美橙色的啊 这来自华为的p40普洛加的八加二宝手里的黑色 这来自5G版本 这来99星 没有磕碰 也没有华形 这是江西的苏星生定的 感谢支持 他一直都关注这款普洛加的啊 因为他平时喜欢拍照 拍视频对这些要求比较高的啊 普洛加比普洛的拍照 要强一点 其他配置都一样的啊 采用了期间99年的处理器 市场拿是5000啊 普洛的市场拿是4200 这来自三星的s20 u16加500一设计的顶配 国安支持双卡双代的灰色 这来自量级橙色5G版本 整理城市还不错 轻微有点小瑕疵啊 这是河北的流行生定了 感谢支持 他对运行还有内存比较高啊 他都要顶配的 这台市场比较稀缺 也是找了四五天才帮他挑选到啊 市场拿着来是5000啊 屏幕没有老话 亲密正常啊 好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